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一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四章 《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 晋慧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 按照与秦国的约定 于公元前六四三年将大子羽派到秦国为治 大子羽是晋慧公当年躲避立基之乱 逃到梁国时 与梁国公主梁莹所生之子 当时梁莹怀孕 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 梁国掌管补士的大父 补昭父为此举行占卜 得出的结果是 梁莹将生一男一女 男的为人臣 女的为人妾 等到孩子出生 孩子便命名为羽 字面意义是羊马的官 叫做毕马温也未尝不可 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伪至于秦 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 还好 秦慧公是个厚道人 收到大子羽这个人质后 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 还将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历史上的怀迎 嫁给了大子羽做老婆 公元前六四二年 梁国发生内乱 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 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 梁国是大子羽的外公家 也是他的出生地 梁国的灭亡 多少给大子羽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 公元前六三八年 传言晋慧公病重 大子羽对怀迎说 梁国是我母亲之国 秦国有且将他灭掉 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在秦国居住多年 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 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 他们很有可能离其他的公子为君 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 我当上国君 你就是第一夫人 怀迎说 您是晋国的大子 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 想要回到晋国 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 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 不要想着回去的事 如果我跟着您跑了 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 所以我不敢跟您走 但也不敢将这件事 说给我父亲听 保持沉默 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 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 怀迎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宇的支持 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 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 站在他个人的角度 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站在国家的角度 他作为人质而逃跑 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 秦穆公对晋慧公父子的 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终于问了公孙芝一句话 崇尔在哪里 崇尔在哪里 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 也就是身生自杀 崇尔和乙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 我们前面说过 崇尔在蒲城摆脱了四人批的追杀 来到了宅国 宅国是敌人建立的国家 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对于崇尔的来访 宅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 当时追随崇尔逃亡的 有糊涂的两个儿子 胡衍和胡毛 还有赵衰 滇结 魏抽 徐臣救济 贾驼等数十人 这些人在晋国都是 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 因为仰慕崇尔 自愿放弃国内的忧郁生活 跟随着他逃亡 宅国讨伐斥敌部落 强救如 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 书伟和纪伟 回来献给崇尔 对于逃亡在外的人来说 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 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不过 崇尔并不贪心 他娶了纪伟为妻 而将书伟赏赐给赵衰 纪伟为崇尔生了 伯叔 书刘两个儿子 书伟则为赵衰生了赵顿 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有人甚至将崇尔赵衰的二伟 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 崇尔在宅国住了12年 期间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金献公死亡 荀西奉公子西齐为军 不到一个月 李克批正负派人刺杀了西齐 接着又刺杀了接替西齐的卓子 导致靖国出现权力真空 李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崇尔回国为军 但崇尔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 而且此时回国 由于李克同谋的嫌疑 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 在这种情况下 公子乙武获得秦国的帮助 成功地回到晋国 成为了靖慧公 但是靖慧公屡次背信弃义 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 秦晋之间爆发了寒原之战 秦国大胜 靖慧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 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 才被释放回国 在这种形式下 崇尔没有考虑趁虚而入 反而准备离开翟国 前往齐国 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 当然 崇尔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 也并非完全自愿 而是因为得到了靖慧公派四人批 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 临走的时候 崇尔与纪尾一一惜别 而且很通情达理的说 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请你等我二十五年 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 你就改嫁吧 纪尾说 我今年二十五了 再等你二十五年 我都行将旧目了 还嫁给谁去 你啊 就别假惺惺的装大方了 放心的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谁也不嫁 崇尔等人自翟国出发 前往齐国 第一站经过魏国 魏国的国君魏文公 对这批鹅贯博代的流浪汉 没什么好感 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 从历史的记录来看 魏文公还算是个贤君 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 也不一定明白 风水轮流转的道理 看见崇尔一伙 养得白白胖胖 又声称前往齐国 寻求政治避难 生性节俭的魏文公 打心眼里感到厌恶 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 何况是落难的公子 再说了 你既然落难 就该有落难的样子 还带着几十号人 前呼后拥的 显摆个啥 魏文公显然不明白 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 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 然而引起的后果 却是天差地别 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 就发兵把一个叫 谭的小国家给灭了 为什么 小白从齐国逃出来的时候 经过谭国 谭不理焉 历史的教训 一定要引以为鉴 其实对于崇尔来说 魏国人不让进城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然是逃亡 找个乡村旅店 将就着过一夜也好 免得过于招摇 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掌管盘缠的小力 头须不见了 当胡言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 直冒冷汗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一切仿佛预示着 等了十二年之后 他的前途依然暗淡 考虑到这一年 崇尔已经五十五岁 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 他继续折腾下去 还有没有意义 这个疑问 在崇尔的心中也一度浮现 他甚至想回到宅国去 回到继位的怀抱里去 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 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但只要一接触到胡言他们 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 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 这三个字说出口 他们已经追随他 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 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够风风光光的回到晋国去 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 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 至少不能让他们 失去希望 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 来到了一个叫五路的地方 人困马滑 实在走不动了 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 这时候 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 去上工的农民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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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言有气无力地叫道 给咱们弄点吃的吧 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 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 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食的人 原来是向他们乞讨 不由地嬉笑起来 给 拿去吃吧 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 虫尔捡起来一看 原来是块硬泥巴 虫尔一时恼怒 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 拿起手中的拐杖 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 农民也不是吃素的 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 胡言一看 势头不对 连忙跪倒在虫尔面前拦住他说 这是天赐您国土 大吉大利呀 虫尔愣住了 但他迅速反应过来 扔掉拐杖 恭恭敬敬地朝他扔泥巴的农夫 鞠了个躬 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 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 胡言以他的智慧 不但鼓舞了士气 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 虽然虫尔的手下 有魏秋等力能擒虎的壮士 但在落魄的境地下 及时打了农民一顿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 这天黄昏 他们来到一片树林 虫尔实在是激困交加 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 恍惚之间 突然闻到了一股久违的肉味 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 没错 是肉 他猛地睁开眼睛 只见一名叫介子推的手下 跪在自己的面前 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 哪里弄来的 虫尔也不客气 一把接过肉羹 做了一个深呼吸 一口气 喝掉一大半 味道实在太鲜美了 但是吃不出什么肉 他也不想知道 只是重复了一次 哪里弄来的 这个 介子推犹豫了一下 支舞道 前面有个小村落 我去乞讨来的 嗯 不错 虫尔把剩下的肉羹 都倒进自己胃里 才又问了一句 别人吃了没有 没有 肉不多 全部都在这里了 介子推如实回答 虫尔叹了口气 说 苦了大伙了 介子推将头深深的低了下去 公元前六四四年秋天 身心疲惫的虫尔一行人 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 林兹 和魏国相比 齐国简直就是天堂 齐皇宫早就听说过 虫尔的贤名 举行了盛大的国宴 来招待虫尔等人 在林兹 在林兹 虫尔品尝了久违的大餐 洗了久违的热水澡 听了久违的音乐 住了久违的宾馆 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 齐皇宫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虫尔 作为陪嫁品 齐皇宫还送给虫尔 马车二十剩 潦倒了一个月的虫尔 一下子又阔了起来 林兹是当时文明天下的大都会 远非狄荣之地的宅国可以比拟 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文明 想必比赤敌部落的纪尾更具风情 更重要的是 齐皇宫雄霸中原数十年 霸主政治趋于成熟 令崇尔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 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 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 但他们没有想到 自己所看到的 正好是齐皇宫霸业的落日余晖 第二年冬天 齐皇宫去世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 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 无子真卫 三贵专权 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异 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 南方的楚城王挥边北上 大有取而代之之事 这些事情在崇尔的心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年在魏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 现在又一次跳出来 刺激他的神经 雄徒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 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 如果说当年在魏国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 后世的孔老二说 吾时尔知天命 崇尔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 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呢 带着这些疑问 从而逐渐沉迷在声色全马的生活之中 老婆江氏为人贤淑 将他照顾得很好 死兼乐不思蜀 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 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 而且过了尔顺之年了 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 你还能指望他有所作为 但是崇尔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 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 还有好几十号人 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 别人可以不指望崇尔有所作为 他们不能 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 前程全维系在崇尔一人身上了 以虎眼为首 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 准备挟持崇尔启程回国 没想到江氏的使女 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 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 等他们散去 惊慌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 跑到江氏那里去告密 这可怜的姑娘 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江氏得到消息 甚至没有做过多的考虑 便命人把他给杀了 杀人灭口 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 对崇尔不利 晚上睡觉的时候 江氏突然问崇尔 听说您想离开齐国 崇尔说 从来没想过这事 江氏笑道 别蒙我了 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 什么计划 崇尔一头雾水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呀 江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 还跟我装蒜 男子汉 志在四方 您要走就走吧 我不会拖累您 再说 留恋妻妾 贪图安逸 对于男人来说 也是一种耻辱 我不希望您就这么 碌碌无为的待在齐国 让人家看笑话 话虽这么说 眼泪却流下来了 崇尔不知所措 只能对他说 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啊 后来 王昌龄写了一首诗 龟中少妇不知愁 春上凝庄上翠楼 忽见墨头杨柳瑟 毁叫夫婿密封喉 诗写得很生动 但我想说的是 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 总是待在家里 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 恐怕没多久 他又要抱怨老公 不求上进了 几天之后 胡言等人 按计划来到崇尔家里 请他出去打猎 崇尔还没起床 姜氏走出来 接待了胡言 胡言说明来意 今儿个天气很好 我等想邀请主人 去郊外打猎 请夫人通报一声 姜氏说 您就别在我面前 玩什么花样了 我知道你们的计划 胡言等人面面相去 老实说 我也劝了他一晚上 要他带你们回国去 无奈他执意不肯 今天晚上 咱们开一个家宴 大伙把他灌醉 再将他带走吧 胡言等人 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 拜谢姜氏 申名大义 姜氏心里一酸 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上午 崇尔 从昏昏沉沉中醒来 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 后来才发现 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 而是躺在一辆 正在前进的马车里 老婆 老婆 他叫道 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 没人搭理他 他挣扎着坐起来 胡言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 立刻出现在他面前 公子 你醒了 胡言大大咧咧地问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在这里 回公子的话 这里离林姿已经有一百里 具体叫什么地名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这是去哪啊 回晋国呀 胡言大手一挥 故意避重就轻地说 建鬼 我不回去 崇尔生气了 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 他又躺了下去 这个不太好办 骑猴已经知道 您不辞而别的事了 您现在就算回去 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 胡言一量无奈地说 崇尔气得弹了起来 正好未抽扛着一只长脊 经过崇尔的马车 崇尔一伸手 抢过未抽手里的长脊 就朝胡言刺去 胡言连忙闪开 赵帅等人一拥而上 死死拦住崇尔 当下闹得不可开交 好了好了 最后崇尔气喘吁吁地说 这次回去 如果成不了事 我剥你的皮 吃你的肉 没问题 胡言拍着胸脯说 我的肉又骚又腥 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 崇尔一路西行 先后经过了曹 宋 正等国家 曹贡公早就听说 崇尔生的奇怪 肋骨连成一片 于是趁崇尔在 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 带着人前去偷窥 好奇心 人皆有之 但像曹贡公这样 以异国之君的身份 屈尊去当狗仔队的 还真少见 曹国大副西富鸡的老婆 对西富鸡说 我观察了 晋国公子崇尔的随从 各个气宇宣昂 都有相国之才 崇尔有他们帮助 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 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 到时候 他如果要秋后算账 曹国首当其冲 您何不早做打算呢 西富鸡身以为然 派人给崇尔等人 送去饭食 并且 在装饭食的盒子里 放上了一对 上等玉璧 崇尔接受了 西富鸡的款带 但是将玉璧 退了回去 在宋国 崇尔受到了 宋湘公的热情招待 但此时 宋湘公正好遭遇 洪水之败 国力不振 对于崇尔来说 宋湘公不是一个 有力的后台 他住了没几天 便打算告辞 临走时 宋湘公赠给崇尔 马车二十胜 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 小气 崇尔回到了郑国 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 大夫舒瞻 劝见道 我听说富贵在天 非人力可以强求 有三件事 说明崇尔得到老天的眷顾 必已成大器 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 第一 男女如果同性为婚 所生的孩子 必定夭折 晋国畸性 崇尔的母亲 大容胡姬 也是畸性 而他一直活到今天 是很少见的 第二 崇尔出逃在外 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 大概是老天 想助他一臂之力 第三 跟随他的那些人 至少有三个是上等人 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 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 就算是宫氏子弟来往 也应该以礼相待 何况是崇尔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 郑文公听不进去 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 谁的实力雄厚 他就投靠谁 对于崇尔这种潜力股 他没有任何兴趣 从郑国出来 崇尔继续西行 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 最雄厚的国家 楚国 楚城王很热情 用了九县的大礼来迎接崇尔 我们不难发现 崇尔所到之处 越是大国霸王 越是对他热情有加 越是小国寡君 越是对他冷若冰霜 所谓富贵宽容 穷酸刻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酒宴上 楚城王开玩笑说 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 将如何报答我呀 崇尔公围道 金箔美女您都有了 其真一宝您也不缺 晋国所拥有的 不过是楚国人 看不上的物品 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报答您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 也就可以打住了 但是楚城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 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 当年一无为了回国 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武座城池 你崇尔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 楚城王不依不饶地问 话虽如此 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 崇尔被问得没办法 只好说 如果借助您的英明能够回到晋国 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 我将退避三舍 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 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 累计九十里 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 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 楚城王来了兴趣 笑着追问 退避三舍之后呢 崇尔正色道 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 那我只好坐上戎车 拿起武器 与大王您周旋了 这话一语双关 一方面告诉楚城王 他不会拿国家利益做交换 另一方面是说 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 此言一出 楚城王不觉愣了一下 楚国众臣都面露蕴色 宴会之后 楚国大将程德臣 立刻找到楚城王 请求杀掉崇尔 一出后患 楚城王不同意 崇尔志向远大 作风简朴 温文尔雅 有礼有节 他手下那些人 都是非凡之士 而且对他忠心耿耿 现在晋国的那位 刻薄寡恩 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 恐怕不能长久 我听人家说 激姓诸国 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 大概就是因为有崇尔这个人吧 老天要他兴旺 谁又能阻挡 逆天而行 必有大难 看来 楚城王多年进出中原 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 讲起德佩天命的大道理来 头头是道 崇尔暂时就在楚国定居下来了 但这一次他没有待太久 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 问公孙芝 崇尔在哪里的时候 公孙芝迅速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在楚国 秦穆公说 把他找来 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